我要開始請假投入總統大選 韓國瑜十六號正式宣布請假 衝刺總統大選 第一時間蘇貞昌卻很有意見 才當市長沒幾天就要請假三個月 違背了對高雄市民的承諾 講得正正有詞 鏗鏘有力 不過蘇貞昌這一巴掌確實打響了 蘇家全 呂秀蓮 賴清德 林家隆 潘夢安 魏明谷 等等等等 共33名滾滾 諸公的連 以上通通都曾經代職參選 請假的請假 代理的代理 更尷尬的是打臉2004年身為台北縣長 要請假扶選自己 才當市長沒幾天就要請假三個月 有競選活動的時候 應該依規定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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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帶老縣長溫習一下記憶 光是在台北縣長任內 2001年11月19號 蘇貞昌請假拼演任 換一個連熱聲都還沒有熱好的 你就知道會影響成績 這邏輯說得通嗎 2004年3月10號 舊更狂還請假幫別人輔選 阿拉瑪第一 這邏輯說得通嗎 2004年5月20日直接開大決 請辭不干 跑去當總統府秘書賞 堪稱請假請辭 雙冠王 你還要再上當嗎 但是最會騙人就是蘇貞昌 騙神明耶 蘇貞昌自己落跑經驗 竹煩不及備載 慶竹難輸 所以我一直奉勸蘇貞昌你不要一直酸別人 因為你一直酸別人 別人就會把你這些事情再拿出來再講一遍 再繼續算 陳菊也跟著中槍 2008年當時還是高雄市長 花媽帥政務官揪團拼輔選 誰能比我更狂 政務官當然要請假 文官我們要求中立 政務官當然要輔選 2010年請假三週拼選舉 2014年當高雄登格勒肆虐 照樣請假拼選舉 2018年4月11號請私落跑就任府秘書長 結果換了位子 照樣請假繼續拼輔選 別人請假就滿口痛疲疑 自己請假就天經地義 有國有名 原來假不是不能請示 只有民進黨可以 應該已規定請假 這邏輯說得通嗎 政務官當然要浮險 你還要再上當嗎 屆時分前張宇軒台北 屆時分前張宇軒台北